HELLO 大家好,我是IQ,我是愛家 過年相信大家也安排一系列的行程跟家人出遊 又或者跟我一樣回到老家 我老家是在台南 過去我好像沒有拍過太多台南景點給大家 所以透過這次機會 今天帶大家走一些台南市區的景點 搭配一些跟過年應景有關的景點帶給大家 等一下我們就搭乘台灣好行88公車 它是繞府城一圈 現在我們就搭公車過去囉 這裡是台南火車站 它的對面就是圓環 圓環上面就有公車站 我們等一下會在南站搭乘台灣好行88公車 它只有例假日以及國定假日才有行駛 平日的話呢 你可以在台南火車站附近的機車行租機車 都很方便喔 首先我們來到第一個點 零百貨 為什麼要在這一站下車呢 因為這裡剛好是赤坎樓口廟以及台南美術館的一個中心點 如果你要在這個區域做一個徒步的一個走走逛逛拍照的話 這個站點大概5到10分鐘的距離都可以到達上述這幾個點喔 那我們在這邊下車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這一間是台南的正成公主廟 你可以看到上面掛了非常多的燈籠喔 台南每年過年呢 各大廟宇都會掛很漂亮的燈籠 很特別喔 而且正成公主廟它也是個古蹟喔 正成公主廟旁邊這條巷子有非常多的燈籠 請注意一下燈籠上的圖案 每個圖案都不一樣喔 這些圖案都是很獨特 來自於每一位學生的創意喔 當你們走進來拍照的時候啊 好好地去欣賞一下他們的作品喔 我們回到馬路 下車之後往回看就是零百貨了 就是前面那一棟建築物 零百貨也是個歷史建築喔 建於日本時期喔 在日本時期那時候的社會都是矮房為主喔 很少有高樓 現在看只有五層樓沒有很高對不對 而在那時候呢可是個地標呢 當你走進去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 我有一個復古的味道 跟現在的百貨公司的裝潢啊 完全不一樣 等一下帶你走進去就知道囉 一走進百貨公司 有沒有感覺穿越到阿公的時代了喔 在裡面你可以看它的牆壁 地磚以及樓梯啊 所有的材料呢都很有時代感 這裡還有一點不要忘記 記得搭乘他們的電梯 來到零百貨一定要到頂樓 因為這裡設有全台灣唯一一個神社的百貨公司喔 而零百貨經歷過二次大戰喔 當時美軍轟炸 把建物轟的真的是損傷還蠻慘重的啦 後來經過改建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有部分的圍牆它保留下來沒有改變 你就可以看到當時轟炸的有多麼慘烈了 我們回到地面囉 每個樓層有機會的話 你們就自己來逛囉 現在我們就前往美術館 沿著路走也就是零百貨的後面就是台南美術館二館 美術館隔壁就是綜藝國小 綜藝國小的後面就是孔廟 所以這一區你總共有三個點可以逛 之前美術館二館很紅的時候 超多遊客來這裡拍網美照 那今天的遊客看起來就沒那麼多 看來熱潮已過囉 我們在同個區域不要花太多的時間 我們就到下一個點喔 主要是交通的重點 跟你們說下次你們有機會來的話 想要看孔廟或者是赤坎樓 你們都可以自己走過去 那現在我們就到下一個點喔 我們回到公車站牌 88公車它是繞虎城一圈 也就是說你在哪邊下車就在哪邊上車 最後它會繞回台南火車站 第二個下車點來到了神龍街 它也是一個區域喔 這邊有神龍街 古蹟店 中正商圈 海安路 和樂廣場等等 都是可以圖戶到的 那我們先去逛神龍街囉 站牌的對面就是神龍街 我們先過馬路吧 神龍街早期它也是跟台南市區的巷弄一樣 就屬於一個舊街道 都具有一種復古的味道 只是說神龍街比較特別喔 後來演變成就是進駐非常多的文青商店 許多的創作啊 藝術啊都進駐在裡面 那現在就變成遊客來到台南 避訪的一個景點之一 當你走進來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每一家店的外牆 門面都不一樣 有些非常有設計感 就去遊客在他的店門口拍照 這裡每年都會有一些變化 為什麼我知道呢 因為我住這裡沒有很遠喔 其實我每次回台南的時候 都會刻意走這一條進來 就去看一下 欸 今年變了什麼 你們下次來台南的話啊 神龍街你們一定要來走一下 神龍街沒有很長喔 它就是短短的這麼一條 那這裡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到下一個點普紀店 我們回到站牌 現在我們要往前走 八八公車的末班車是晚上八點 基本上晚上還是有車 但也不要太晚喔 很快我們看到十字路口 接下來要右轉 右轉過來很快就抵達目標了 有沒有看到對面普紀店的招牌 來 在這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條就是大名鼎鼎的國華街山段 就是著名的美食街 一到假日的時候啊 就被遊客擠得水洩不通 只是現在已經傍晚了 人潮已經散去 因為店家都關門了嘛 所以你們來這邊的時候呢 盡量就是白天來 那這一條路走到底就是中正山圈 你可以合併一起逛 最後我們來到了重頭戲普紀店 每年過年的時候啊 都會掛上一排又一排的燈籠 它會持續到元宵節喔 那每一顆燈籠呢都是獨一無二的 就跟我一開始有跟大家提到嘛 燈籠的畫作都是學生的創作 所以你在逛的時候都可以好好的端模一下喔 再來就是每年的主燈都不一樣 像今年是龍臉嘛 我相信它的造型也是會是龍喔 等等我們走進去就知道囉 這條路走到鏡頭就是普紀店 這個就是今年普紀店的主事爵 它是有名字的喔 叫做金龍又有魚 所以是龍也是魚 上面還有一隻金龍魚 台南的廟魚很多喔 普紀店算是香火很鼎盛的廟魚之一喔 那台南的廟魚為了響應燈節的活動 都會掛上燈籠 只是規模程度大小不一啊 那我是覺得普紀店的規模算是比較大的 來這邊拍照的時候 整個燈籠的延伸感是可以拍得很美 再來是你可以走入內呢 拜拜寶平安 那最後呢行程就給你參考囉 那其他的點你有興趣 你也可以自己走走逛逛拍拍照 那今天的旅程就在這裡結束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就直接走回家不搭公車了 過年期間歡迎來台南玩喔